各位网友,你们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天 上午呢 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见见面聊聊天 喝喝早茶 下午呢 家里又有朋友过来 谈天说地 那么大家 坐到一起都非常关心 中国目前的局势 由于中国这个政治 具有不透明性 不像美国加拿大这样 这个是民主政治 一切事情都通过媒体报道 可以看出一些轮廓 中国不行 中国现在搞的是神秘兮兮的 表面看好像是 千篇一律 定于一顺的 一打开中共这些媒体 每天这些头条新闻 都是有关习近平的 好像习近平打钱在握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实际上 中国的问题 也是纷纭复杂的 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特别可能发生一些突发事件 那么当然 我这里没有什么消息来的 大家都是下议论 乱猜测 其目的呢 都是什么 求一个真相 到底事实是什么 那么昨天看到 网络的消息 有一位活跃的 这个艺人士 谈到什么 谈到北京啊 说近一两天 这个部队的调动 非常频繁 说是在这个 要道上面 交通要道上面 有很多的坦克 军车 很多大兵 这个搞得很紧张 仿佛要有什么 大的军事调动 有些人甚至 陈思佑是不是 一些 这个十九大 十九级四中全会 召开之前 也就是一些反习势力 集结起来 通过部队 过去 这个 徐才厚 郭国雄 插留下来这些敌系 再加上 房奔辉和张扬的一些敌系 参与势力 想搞一场 这个军事政变 把这个 习近平拿下 怎么样 这个消息 有些人尽量相信 那么呢 本人认为 这种调动 很可能是发生了 部队每天都在调动 特别是像这种 重要的这个 活动 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 那肯定 这个要把那个军队 做一些这个安排 主要是为了 这个权力的稳定 最高级别 领导人的 这个个人的安全 等等 内与筹谋 这方面肯定要做一些 这个准备 但是呢 我还是这样讲 因为从我这个政治体制 所决定 再加上习近平 这个十八大以来 对这个部队的这个反腐败 力度非常大 那么呢 基本上已经掌控到了 一个可以这样讲 就是牢牢的掌控着这个军权 但是军队当中 肯定有些人是不服气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海外网站上 往往发掉一些 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但是有些消息 经过官方的这个 媒体的这个认定 也是准确的 你想想中共 全国人大这个网络 10月26号就通报了 说是什么呢 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决议了 终止了两个军队的大牢的 这个全国人大资格 这个是个大事 说是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前副司令员 叫饶开训 这个人还接任参谋长 级别不低 说西部战区陆军 前副司令 徐项豪海 说等六个人 资格拿掉了 那肯定是这两个人出了问题 出的问题 不外乎一个是对党不忠诚 或者是对西民不忠诚 另外一个就可能是 不外乎问题 因为现在习近平搞 搞这个令人建设抓腐败 是不论你是哪个派系的 可以这样讲是零容忍 而且敢于动那些部队里面的大老虎 那么像这个绕开训 像这个徐项华这样的人 在军队当中都是一些骨干力量 那么看到网络的消息讲到什么呢 说是这个部队里边 他有这个选举委员会 说是这个7月31日 已经接受了 这些人建设计划开训和这个徐项华的这个辞职 这个请辞啊 这个程序了 那么我们知道呢 网绕开训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不仅有宗将军衔 而且呢 当过十四军的军长 这一条了得啊 你想干军长这个期间 肯定军队当中 他所领导下这一目三分地里面 还有一些哥们弟兄 有些铁哥们啊 这的确是具有一定的潜在的威胁性 那同样的说是徐项华 是受将军衔啊 但是也当过呢 七十四军团军 这个军的军长啊 而且2018年10月啊 才升任这个西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 所以把这些东西 这些腐败分子给他拿掉之后啊 当然肯定是体现刚才讲到两个特点 一个是腐败 另一个是这个对立派了啊 说不定是真的是以前 这个已经处理的啊 或者是郭伯雄 或者西彩虎 或者张阳 或者芳芙 天修斯等等啊 说不定是他们的一些底细啊 现在看来 这个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就反腐败啊 查出了一百六十多名 副军级以上的军官 那么目前公布的时候 人数才仅仅七十一个人 那么上将就七名啊 那可见动作太大了 我们知道当兵的这个轻易 这个不要动啊 一动以后 很容易出问题啊 但是习近平好像 这个可以称为这稀大胆啊 不在乎这一套 所以说动了之后啊 难免也动摇了一定的军心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动的动作 用力过猛啊 得罪了很多人啊 因为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底细啊 有一些不安全的这个举动啊 所以说习近平在这个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啊 就忽然间频繁地调动 唐克军车 云集北京啊 这个是不是也是 和这个也有关系啊 网络的消息也讲到什么呢 说是现在啊 120个将领啊 还有120个将领 正在调查 通过这个可以看出 中共这个部队 腐败到什么程度啊 你怎么抓都抓不完啊 关键是政治体制 这个太落后 太讲话啊 不断地滋生这个腐败分子 即使是部队啊 也难讨其九啊 我们知道部队 虽然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啊 但是总和地方有交往啊 地方腐败 部队更腐败啊 所以说 以前 你像这个 中共这个 军队党的大佬啊 在徐翠后 郭伯雄 审判的时候啊 这个 那么当然徐翠后死掉了 自杀了 那么郭伯雄审判 这个审判的时候啊 就和古军山一样啊 那都是藏得很深啊 好多的内情 这个外界都是所知甚少啊 根本没有公开的审判啊 也不敢公开审判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 这样一支军队 如果打仗的话 那肯定是啊 只要一出战 必输无疑啊 所以说习近平 也是两难啊 你不解决他们服务问题啊 没有战斗力 解决了吧 又得罪人啊 所以说 这两方面缺衡啊 具体性的啊 但是 很难平衡啊 所以说 我认为啊 这个部队 真的如果假如在这首都调动啊 也不可能是反过来 而且是 而可能 就完全可能啊 就是一种 这个为了保护这个会议啊 正常的一种 这个调动啊 只不过是 应对了海内外舆论的 一些人对习近平的不满啊 借这个机会 宣泄宣泄 愁怀 高高财迷 财迷语事的评论 不得一点眼圈而已啊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28号 31号 这个8月 这个10月份 最后这 这几天啊 肯定是 就众人数目啊 为了预防万一 不仅部队有调动 而且 在党务系统啊 政务系统啊 这个国家机关啊 党的机关 那么也有一些举动 是非常的敏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丁薛祥啊 他轻易是不会 这个 做出这个动作的啊 也就是 也是近这一两天吧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这个丁薛祥又主持了什么呢 推进新时代机关党界 这个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啊 2018年搞过一次啊 那么其实这个党界 就是两个部门合并啊 中共这些官僚主义 极其严重啊 以前在国家机关 有两个部门啊 有政务的 有党务的 现在合并到一起 那大班长 领头人就是这个 这个丁薛祥了 那丁薛祥 我们知道在上海的时候 就和习近平关系是很铁啊 这习近平最大的大秘的 可能替习近平最能够信任的人 可能这个他是其中的 这个骨干力量啊 这个人主持这个会议的目的 非常显然 就是为了给这个 19月四中全会护航啊 那么据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 有这个机关的书记啊 常务书记 班子成员呢 研究的问题就怎么能提高 这个质量啊 党界的质量 政治生态啊 实际上就是听习近平的这个命令 定于一尊呢 因为定于一尊在中国肯定是流域形式啊 不可能那么实实在在 一边都是中共这个官员 都是两名派啊 所以说 情况也非常复杂 你通过这个丁薛祥 这个举动你可以看出 丁薛也带入一定的这个紧张的气氛啊 另外你可以看到 也就在今天啊 我看到新华网发条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全国人大呀 在栗战书的主持下啊 搞了一个什么呢 搞了一个就关于这个监察委啊 啊 也就是监督 这个监察委制定了什么 监察法规的决定 通过这个 10月26日 13届人大14层一 我估计这一段 这个举动啊 是为了限制谁的权利呢 赵乐际的权利 因为网络上传了很多消息 有关赵乐际的负面新闻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迁移矿权啊 和这个清零别墅案啊 使赵乐际啊 这个感到灰头土脸啊 说是习近平对他有所不满啊 要限制他的权利 这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因为这个18大这个 总继反腐败这个权利 是在这个王岐山手里 王岐山是听命于习近平 到了19届的赵乐际 结果赵乐际 还是江泽民这派系的人啊 所以说说不定 习近平并不是十分谢人 十分满意啊 所以说作为习近平另一个嫡系 铁哥们那个栗战书老陈啊 这个就可能通过人大这个角度 和他进行角斗啊 来限制他的权利 如果这样结合起来 好像的确是应对了啊 就目前的这种状况啊 所以说 这个即使是杨小杜担任监察委的主任啊 接任了这个纪委的副书记 但是不能完全的限制住啊 这个赵乐际的权利啊 那么赵乐际真的假如要像人们议论那样 习近平对他不满的话啊 再加上有失误的话 那说不定是不是 19届四中全会啊 也会让筹未知啊 让这个王岐山另一个嫡系啊 真正的嫡系 也就是习近平 前不久到甘肃考察去啊 去他 这个给他述述这个 这个微信的啊 就林夺呀 那也说不定啊 说不定林夺也就上升啊 接替这个赵乐际啊 那么陈敏尔上升 接替韩正 担任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啊 也可能啊 在前一个视频我也讲到 那么拿掉这个韩正 有充足的理由 就是香港反送中 现在已经失去了四个多月 解决不了问题啊 那么这个韩正啊 主管高傲事务啊 那么说不定他和林振月娥一样啊 都要变成T罪羊和T死鬼啊 这都说不定也是一个 这个下一步发生的事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习近平目前 之所以啊 这个在这个尼泊尔啊 讲到这个分裂啊 要粉身碎骨啊 在求是杂志 发表文上讲的祸旗消强 那么在中央党校培育这个青年干门会啊 讲到多次讲到斗争啊 我估计还是主要指的是党内 继续斗啊 然后所有这些官员都出在这个 非常紧张的恐惧的这个状态下 这才有利于啊 这个中共这种集权统治啊 这一点也是根本不用奇怪啊 那么网上又传言说是 这一次这个七常委啊 可能要这个增加两个人啊 那么这个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届这个常委的 这个人员和人数 那个都是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平衡的结果呢 那么现在习近平权力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 那就可能准备 这个重新换人了啊 把自己最喜欢的 这个陈敏儿啊 他认为比较稳健的 把他拿上去啊 拿上去 他们有一些迹象啊 也就在这个开会之前 你看这一两天 在十月二十一日啊 这个二十二号啊 你就可以看出 就全国十七个 这个天官被拿下 特别是十二月四号 十月二十四日啊 山西省副书记 就云公民的 内蒙古啊 政协的副主席啊 白象群的 判了十六年啊 再加上秦光荣这个事情 又拿出来重新的说事啊 但是有人会说 那李继衡 和这个秦光荣一样 同样这个 当年赔的 多些人为害 我为什么他们 当民政部长啊 这个我看 很可能是缓定自己啊 因为总机委 对他抓捕的证据 收集还不够全的 可能让他到这个 这个民政部 先干几天啊 先稳一稳 缓一缓 慢慢的啊 再收拾啊 这也很难讲啊 因为中共这反腐败 不是一天两天啊 权力斗争是长期的 放你一个 就一两个月 三五个月啊 可能整得更狠啊 所以说很难预测 将来他们的政治前途啊 但是啊 不要忘记了 这个中共这种 官场的诱惑力太大了 正因为某一个官员 一旦提升 手中的权力很大 声色全马 都能够穷舍其余啊 所以挡不住诱惑啊 明明知道 就是说反腐败有可能 这个利坚 这个落到自己身上啊 粉身碎骨啊 这个 边的这个 名利都没有了 但是呢 还止不住啊 要走这个狭窄的通道 继续往上面攀升啊 而攀升上去 说不定他一天 就 就坠落了啊 但是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啊 那当然 19月4中全会 还有这么几天 马上就要到达啊 就那么 很多的这个网友 都希望中国有些变化 不外乎是人们寄一种希望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是 最好能够党内的民主啊 能够限制 这个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啊 避免他啊 乱作为 但是没有办法 这种政治体制啊 你很难讲啊 所以说 我看到网络上 洛杉安有关 很多很多的 这些评论啊 都体现了中国 政治体制的不透明性啊 正因为不透明啊 铁桶一般的政治啊 信息很封闭 所以说 采有一些评论啊 大型祈祷啊 各种评论大型祈祷啊 那么 但是本人认为啊 由于它是一个 中央集权的这种体制 权力全寄中到一个人身上 根据以前的经验教训啊 这种专制独裁统治啊 也具有一些 就往往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 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这就像当年 我记得 这个华国公在天安门城楼上 挥手的时候 人们都认为他 就特别像毛鲁戏啊 个子也高大 身材也魁梧啊 这个当时也是 要搞十个大庆 十个大在啊 也是雄心壮志啊 给人感觉要好像也是长期执政 但是忽然间都 都倒掉了 坍塌了啊 所以说有很多这个表面强大的这个政权啊 建立在什么沙汰上 一夜间就坍塌了 这也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啊 所以说 有些事情啊 谁都不可能是这个预言家啊 那么又不能猜谜语啊 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啊 但愿这个广大的网友都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啊 这个去观察啊 用自己的心灵啊 这个体会啊 中国这个政治啊 最具有什么 最具有传奇色彩啊 最具有戏剧性啊 什么都可能发生啊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啊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啊 那些网友 特别是那些无私的帮助这个节目的 这个办好的啊 做出贡献的网友们啊 那么谢谢你们 明天见